都是52岁的赵女士和白先生 如今已经交往了三年 两人老家都在内蒙古赤风 恋爱后他们一起来到北京生活 住在赵女士前夫留下的房子里 在上一次的录制中 这对恋人因为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念 在生活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 致使他们平时争吵不断 矛盾频发 其实吵得可凶了 我说你不吵架活不了 毕竟一吵就一宿一宿的 有爱才能产生恨 谁有爱整天打架了就是 那不可能的事 一打一宿 一宿就在这就开始 这一栋楼都停得见 给我嚷 我拿她当媳妇了 她没拿我当男的 你个女朋友就领着先生来 一堆猪 那肯定是不可以的 我说不可能 那反过来她就跟你说嫌盗蛋 先把人家给撵走了 你知道吗 我也觉得特别没面子 她回家四趟 我们家老太太吧也八十多了 就回家这四次当中 就没看老太太一次 我也知道我爸爸活不了 多长时间了 你知道吗 通过专家老师们的耐心劝说 白先生主动向赵女士 赔礼道歉 并对女友郑重做出了承诺 调整心态 重新恋爱 给大家点 这几前我体育不好 对不起了 别生气了 节目最后 两人在节目现场相拥而弃 约定按照专家刘月鑫老师提出的建议 开始新生活 时隔半年 原本约好要和男友重新恋爱的赵女士 突然再次向栏目组寻求帮助 赵女士讲述说 她和男友之间又出现了新问题 而且这次问题比之前要严重得多 如今赵女士已经下定了分手的决心 当记者前往赵女士家进行采访时 刚到他们家门口 隔着防盗门 就听到了赵女士和白先生激烈的争吵声 屋里激烈的争吵 让我们意识到 这一次赵女士和白先生之间 发生的问题要比之前严重得多 从门外就听见你们吵架呀 就说这些事 你刚吃完饭是吧 刚吃完饭 吃完半天了 早晨起来就开始就不高兴 五点半坐下来就跟我讲 说的那个不打算跟你过了 我也看透了 你看昨天 昨天早晨 要不你说 昨天还指着我鼻子就这样 就这样 咬牙切齿的就这样 我说你说至于的吗 我说话有多 有那么可能吗 我说要不你说 你爱咋说我不插嘴 你要不回家给你指着过 你就别嫁人 你就别给我过 给我过 不可能无原则的 三年我见给你 影声皆无 还望你再偏 谁傻吗 以前他自己马上没打过我 这光光光打我 这都搁这个地方 摆蛇了 连这个地方 你看这到现在 口底这一抓 全是轻的 时隔半年 这对年近五旬的恋人 再次来到节目现场 纠结了三年 却至今没有修成正果 这对恋人之间 到底又出现了什么问题 30分网站 搁建杉 这张嘴巴 自己处 � fus